香港逃犯条例修订风波越演越烈 当地学生发起千人集会 与人肉包围政府总部和立法会大楼 抗议政府无视民生 要特首林郑月娥下台 愤怒群众过后再逼近警察总部 要警务处处长卢伟聪现身对话 警民隔着铁门对峙 现场氛围紧张 621反送中示威升级 早上七点上千名黑衣人撑则雨伞 陆续抵达金钟道 团团包围立法会大楼和政府总部 当中也有人带头盔游行 以防流血冲突受伤 不过现场不见警方严防助手 集会气氛还算平和 这次凝聚港民的关键 还是离不开要林郑月娥问责下台 以及撤回修订逃犯条例等五大诉求 到了早上11点 有示威者渐渐撤离下缺道 黑色人龙挤满下缺道 现场交通瘫痪 港民过后朝警察总部走去 要警务处处长卢伟聪现身对话 你听过没有 一个总统说自己错 自己不下台就好笑 如果他错 那就是他下属也错 他下属应该负责帮他走 那些人又不用下台 这个认错有什么意思 因为我从来都不觉得 他会打算回应我们 就算回应都不会很正面的回应 那我认为政府现在是打算以可能低调或者难处的方法 希望等慢慢意慢慢气慢慢消耗 就当没事发生了 警察总部外头是黑压压的人潮 还有声声放人的口号 要警方马上释放被捕的示威者 为了遏止示威升温 警方随即召开记者会 强调尊重市民表达民意的权利 但还是希望示威者赶快撤离 并重申这不是清场行动 愤怒的港民越来越不受控 有人用铁马堵住警察总部的出口 还有人丢置鸡蛋 警员用铁链上锁大闸 手持盾牌和港民对峙 大批示威者随后转移阵地 大弯仔睡屋大楼静坐 还筑起了人墙 展开无声抗议 621示威升级 刚刚恢复平静的街道 再次卷起民渊浪潮